哈喽,我是阿杰西 今天,我们要来聊聊李安的新片 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 相信大家都有看过预告片 或是听过这部片的剧情大纲了 完全不知道他在演什么更好 不过如果要我用一句话来说 那句话会是 一个不发生在战场上的战争故事 然而 其实也有很多战争片探讨过类似的主题 像是美国狙击手的部分片段 那么李安又是如何让自己的战争片 拥有与众不同的分量呢? 首先 让我们先来谈谈普遍战争片都会提到的层面 那就是战争后回归正常生活的不适应感 像是放个烟火 自己则觉得像是炮火的声响 也不仅仅只是这样而已 经历过生死关头的士兵们 是不可能立刻放下警戒 以及沉重的心态的 在电影里 除了比利林恩外 所有士兵们的这种心情也都有好好的描写出来 甚至还拍出他们如何利用忍潮乐缝 来排解这种不必要的感觉 说到士兵们 李安也有 把他们之间的兄弟情谊完整的呈现出来 你应该也不难想象 一群大男人 曾经混在一起会产生出怎么样的情谊吧 互相嘴炮 说一些没营养的垃圾话 当然是少不了的 但是在重要的时刻 当然还是非常靠得住的 紧接着我们来谈谈李安所认真下的功夫吧 就是以比利林恩的视角来看整个故事 要拍一部批判战争的矛盾与不合理性的电影 并不难 要拍一部讽刺因金钱利益而贪婪的人心 以及政治因素的影响力之大的电影 也并不难 要拍一部细腻呈现家庭成员间的互动 与情感变化的电影 也并不难 要拍一部描写年轻气盛的男孩所向往的爱情生活的电影 也并不难 但是 李安结合了上述我所讲到的所有层面 拍了一部美国士兵 比利林恩的故事 并且每个层面紧紧相连 甚至互相影响 增加了主角心情转变的立体感 比利林恩不仅仅只是要面对残酷的战场 他要面对家人 面对一同上战场的战友 面对各种媒体 以及面对自己 比利在这么多人眼中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那么他有没有成为大家理想中的自己呢 电影始终探讨着这些问题 也让故事更有看头与深度 不过也是因为如此 有时候电影看起来太过于沉闷 而且形式化 还好这些缺点并不成为大问题 再来我们来聊聊这部电影的话题来源 就是他的未来3D版 李安花了很多心思 运用了全新的技术与科技来拍摄这部作品 希望给观众一个全新的观影体验 不过我们今天不是来谈未来3D版 而是一般的3D版 在台湾 只有台北的金战威修影城有提供未来3D版 其他影城一并只提供一般3D版 没错 比利林恩在刚上映时 你是找不到2D版来看的 不过为了满足不喜欢看3D的观众 上映后的两个礼拜 就有2D版在部分戏院上映了 那么 为什么李安要坚持只上映3D版呢? 3D电影到底有什么魅力呢? 3D在李安的心中 应该不是哗众取宠的花俏工具 而是能打破传统电影的观影感受 让我们不再是完全的旁观者 在电影中 也有很多角色往镜头看的桥段 仿佛在看着我们 甚至像是跟我们直接聊天 所以李安才想打造全新的3D版本 不过尽管你只是看一般的3D版 也可以感受到李安所要呈现的格局 而且在这边我也要说 这部的3D版本做得非常的好 比其他的3D电影都还要立体 整个场景的深度也都有表现出来 以上是我的短评 谢谢你的收看 喜欢我的影片也请分享与订阅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是阿杰西 我们下次见